你发现了吗 现在大火的清一色是书泉 开年爆款狂飙 让张颂文火遍全国 再看看春节党两部大片 满江红是沈腾 雷佳英 年轻的一阳千禧没带来热度 倒影来争议 流浪地球 海底接通网络靠的是刘德华 太空救援任务靠的是50岁以上初恋 国产影视剧一大悬案 年轻人去哪了 这可能就是今天的尴尬 大家好 这里是毒蛇电影 今天我们就来闹了 国产影视消失的年轻人 为什么年轻演员难出头 我们总说 小鲜肉早该被抛弃了 现在是老戏骨的天下 当然 我赞同应该把机会让给好演员 可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产生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 年轻演员就等于小鲜肉 你想啊 巩丽也红高粮还在读大三 周迅26岁 演了大名公词 最近因为直播带货翻红的董杰 当年演金粉世家也不过22 没人因为年轻就质疑他们的演技 再看张颂文 演过《成龙怪序》 《风雨云》里的唐主任 《扫黑决战》里一个黑白通吃 和高启强很相似的角色 我曹志远 我追一个 我得追一个 这些难道就不是演技 可是如果没有狂飙 张颂文也不会迎来今年的爆火 所以说 好演员也是要靠戏捧的 但问题就在于 不是年轻人集体不会演戏了 是那些属于年轻人的好故事 好角色 在今天基本不见踪影 想走 除非怎么身上跨了 当市面上以年轻人为主角的戏 都是这样的时候 他们需要的演员可不就只是小鲜肉 去年评分最高的国产片 一部是甘肃决恋 一部是上海摩登小情歌 但两部电影的主角很一致 都是中年人 曾经谈恋爱是年轻人的专利 但现在好的爱情故事 已经和年轻人没什么关系了 今天荧幕上 年轻人在谈什么样的恋爱呢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 打的旗号是 国内首部聚焦异地恋题材的话题电影 片子里的人物幼稚无脑 女主去男主的城市找她 结果拿错别人的包 进了警察局 警察让女主给男友打个电话来接人 只见女主面对警察说道 干嘛呢 我真是要给她一个惊喜嘛 寒寒的四海 小镇青年的生活日常 居然还是无所事事的飙车 飙车我能理解 不过骑电车的鬼火少年 会不会更贴近现实一点 这电影里的爱情 是几个刘浩春的心存镜头 就让男主陷进去了 还有令人费解了一个剧情 男女主第一次去住酒店 不会刷房卡 这开始不坏了 于是两人在走廊睡了一晚 这不太像是刷抖音快手 光B站长大的小镇青年 倒更像是成换身上沉记 燃野少年的天空 年轻人嘛 就等于中二和热血 但年轻观众一看 自己都接受不了 你跟我玩尬的 虚度我们的 不是舞蹈的技巧 而是那个 爱 同学校园霸离女主 嘲笑她连暴墓员都帮不上 女主怎么反击 只见她上前一步 在大雨里疯狂地驱空暴墓 当然 也是有导演想讲述年轻人的故事的 但他们拍的 一部分是过去自己青春的投射 一部分是对现在年轻人的想当然 中国电影过去的一路狂飙 其实有一个被票房数据掩盖的危机 电影讲述的内容 没能跟进新一代年轻人生活和观念的动向 如果电影忽视了未来 那么电影的未来会怎样 国产片当真不懂年轻人吗 要我说爱过 懂年轻人的电影是什么样 其实就一点 是否从年轻人的视角出发 去呈现他们喜欢关心的事 八九十年代 在年轻人中流行的是王硕的小说 叛逆 玩世不恭 俗称痞子文学 主流不待见 三天两头批判 搞得后来王硕远走美国 和冯小刚和开的公司破产 甲方乙方剧本都不能署名 但架不住年轻人喜欢啊 四海之内结兄弟 五周震荡 何为贵 何 彼时 生命力蓬勃的中国电影 也盯上了王硕这根反骨 1988年王硕的玩主被改编成电影 主角是三个午夜青年 不积极 不阳光 很贫 很垮掉 他们干得有点无误正业 甚至有点坑蒙拐骗 搞出来的东西打破常规 见走天风 但在如今看来都很新潮 什么是年轻 不是没心没肺 幼稚冲动 而是站在跟成熟过头的既得利益者不同的立场 他讽刺权威 自我朝见 我就是一傻博弈 在电视上 在教育专家口中 他们是自甘堕落的代表 十足青年 在父亲那里 儿子一天没有一份体制内的稳定工作 他就一天不能安心 我怎么养了这么个儿子 于是 这群年轻人合伙努力搞出来的公司 何尝不是他们惺惺相惜 逃离上一代的避风港 那一时期 也是中国摇滚最辉煌的时代 如果社会的主流关键词是改革春风吹满地 是努力奋斗挣大钱 那么愤怒颓废的摇滚 代表了年轻人说不的方式 就像1998年崔剑在《混子》里唱的 彼时 涌现出了一大帮摇滚电影 贾鸿生 90年代最受年轻人追捧的摇滚偶像饰演员 极度寒冷里 他是剑走偏锋的行为艺术家 昨天 他离经叛道的前半生 被自己在电影里残酷剖白 1995年 如今的老干部王志文 也在《楼叶的周末情人》里 当过酷币的摇滚青年 这部电影片尾的歌曲 名字直接叫《累》 歌词放到今天不就是我们的嘴题吗 这些以初出茅座的第六代为代表的电影 为世纪之交年轻人的迷茫 提供了一个隐秘的宣泄口 纵观每个时期受到年轻人认可的作品 无不是在主流之外 让当下的年轻人感受到自己是被看见 被理解 被尊重的 属于年轻人的影视剧 不一定是高度反映现实 也可以是许诺一个未来 那是我们要去的 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 就像刚才提到过的四海 究竟会不会有小镇青年不会用房卡 或许有吧 但一个情节 如果第一时间不是引起共鸣 而是要去翻找小概率事件 说明他就已经和观众玩不到一块了 你看2003年的粉红女郎 四个单身女性合租一栋别墅 自带花园泳池 这现实吗 但没有人在乎这些 因为他的台词 角色的理念 就是结合当时年轻人的所思所想 单身是桃 婚姻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逃过了婚姻是要放电炮的 年轻人看着这些剧 在思考自己未来要选择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恋爱观 我们说过去的剧懂年轻人 首先是懂年轻人的爱好 不像现在 想要讨好却适得其反 《仙剑奇侠传》 如今坐在九分剧的神坛上 它真有这么好吗 当年分数不过就七点几 更多的是因为 它在一代年轻人青春中的意义 在网游文化 还不被社会主流认可的时代 一部以游戏改编的连续剧 让年轻人第一次感受到了被重视 也让年轻人与年轻人之间 找到了珍贵的认同感 在这些作品里 年轻人不是被想象 审视的课题 而是真正站在了主体的位置上 逃离规训和教条 演绎自己真正在乎 关心的故事 看国外 这几年不断有视角 非常年轻的作品出现 都是受年轻人追捧的大热剧 《去他妈的世界》 360度丝滑大胆地展示着 当代年轻人的嗓 性教育 青春期在性话题上的躁动 迷茫与自我找寻 亢奋 通过一群糜烂的青年 看见当代年轻人的焦虑 那么关键问题来了 为什么一直以来 在我们这里 受到年轻人认可喜欢的 往往却是不受主流待见 甚至视为禁忌的 2007年 贾张科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当然了 这几年也并非完全没有 愿意仔细倾听年轻人的片子 闪光少女算一个 她抛弃了当时铺天盖地的 中年视角下的怀旧伤痛青春 而是真正试图用 当下年轻人的眼睛 去看待世界 二次元 中二魂 以及对中西文化简单 幼稚又纯粹的理解 为什么年轻人能感到共鸣 因为大多数人可能都经历过 在单一而公立的价值观中 你玩游戏 谈恋爱 参加兴趣社团 甚至读课外书 都有可能被禁止 电影中用铁栅栏把明月班隔离开来 不也像学校的分班政策吗 把学生分成好的和坏的 有前途的和没前途的 少年的你 揭开校园暴力的暗面 电影里少女自杀前的句质问 问的是冷漠的同学 更问的是大人和整个社会 我的姐姐 难得在大荧幕上 呈现了当代重男轻女家庭里 一个姐姐的心路 上一代的姐姐姑姑 和这一代的姐姐 作为年轻人的女主之间的差异 你是当姐姐的吗 姐姐就不是真说 我不想像你一样 你发现了没有 所有真正说到年轻人心坎里的话 其实都关于限制 这就是为什么 哪吒之魔童匠师那句台词 会在那么多人心里产生回答 年轻人心坎里发现了 我不要接 使魔是先 我自己说得太帅 年轻最大的感受 不是张扬与火力 那是中年人回过头来 才会羡慕的品质 年轻人感受最多的 是无处不在的限制 父母的 学校的 权威的 每个人都在告诉年轻人 不能做什么 每个人都在说年轻人 未来要成为什么什么样 但明明 一方面整个社会 留给年轻人的机会 正在收缩 另一方面 却有假装 他们交给年轻人的世界 可以畅所欲言 可以天高海阔 在主流的话语里 年轻人好像啥都可以 好像掌握了 改变世界的主动权 就好像20年 B站翻车的后浪视频 本是想讨好年轻人 你们拥有了 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权利 选择的权利 你所热爱的 就是你的生活 但屏幕前的你 看到视频中 那些眼花缭乱的生活方式 好像可以做那么多选择 瞬间贝基起逆反心理 这他妈是我吗 你真正关心什么 在今天还重要吗 所谓的去理解年轻人 不过是一种姿态 这些让年轻人觉得 自己好像被重视 被理解了 但就如玩朱里那个情节 三个年轻人的服务公司 小有名气之后 一位德语专家老赵 专程来拜访他们 他说 想了解现在的年轻人 想和年轻人做朋友 话说得非常真诚 我就不认为 现在的年轻人难理解 关键是 你想不想去理解他们 但他具体 是怎么理解年轻人的呢 大家说一句什么 他就从自己的角度 来一番点评说教 葛优说 我就是个傻薄衣 您甭为我费心 赵老师说 年轻人 总是过低估计自己 张国立说 我们没什么烦恼 赵老师说 可一点烦恼没有 也未见了就好 那不成了白痴了吗 但更觉得是什么呢 过了几天 大家伙在电视上 看到了赵老师在某大学里的 五讲四没讲座 在赵老师口中 他们都变成了反变教材 他们说 从有五倍两种 可以信交的 和不可以信交的 这些人的思想已经做了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就是你专程来理解我们的目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关注 意见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从 Shh goddess 我从威械 愿